夜息也苦 不管任何的这个世间的事物 只要你去重复的去熏悉 慢慢的就变成了夜息 最后就变成了痛苦 痛苦你加剧了以后 要缓解它 你就要去追求坏苦 满足坏苦的同时 你又生起了贪爱 贪爱加剧了 你又越来越苦 贪心越大的人 他这个苦苦肯定越大 苦苦越深 他满足的时候 他又觉得特别好 因为痛苦越大 他坏苦的反差就越大 他就会觉得很好 感觉好极了 就那瞬间他会感觉很好 其实那就是什么都不是 就是苦苦缓解了一下 师父再念一下 这个快乐的本质 最后一段话 就是苦苦的起因 是欲望得不到满足 欲望得不到满足 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富和善缘 没有足够的财富和善缘 是因为没有行善积德 没有行善积德 是因为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是因为需要满足的欲望太多 需要满足的欲望太多 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能力和资源 消耗大量的能力和资源 便会造成能力和资源的匮乏 甚至资源的破坏 环境的破坏 能力和资源的匮乏 使得欲望得不到满足 欲望得不到满足 又导致苦苦 恶性循环 轮回无尽 优优独播剧场